大家好,今日继续同大家介绍另一个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就是谷歌输入工具程式。 这一个,是一个文字输入工具的扩充程式。 通过虚拟键盘输入,它就支持超过90种不同的语言。 而通过手写输入就支持超过40种语言。 但这一次的介绍,我主要集中在中文的输入方面。 至于其他的语言输入方式,基本上都差不多,大家可以慢慢摸索。 是中文语言输入方面,它支持,手写, 创揭,拼音, 五笔,注音, 促成等等。 而最特别之处是,用手写输入法系不需要有手写版。 通过程式的虚拟手写版,用滑鼠在萤幕上就写到中文字, 非常方便。 接着下来,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安装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三点图标,按一下, 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Google Input Tools。 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选择Google Input Tools。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Google Input Tools 扩充功能图标。 进入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Google 输入工具功能已经开启。 在使用Google 输入工具之前,需要作简单设定。 按一下右上角Google 输入工具图标。 选择充选项。 进入扩充选项页面,在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输入法。 我们可以在中间搜索栏,打入想要加入的输入法, 又或者用滑鼠,在左边画面向下滚动, 选择想要加入的语言输入法。 我们现在试下加入一个广东话手写书入法。 在左边画面,选择广东话手写书入法, 会转到右边画面,代表该输入法已经加入。 我们现在试下,加入了广东话拼音和蒼蠅书入法。 按一下,右边画面其中一个输入法。 画面右边会出现上下箭咀,按上下箭咀,可重新排列以选择的输入法次序。 如果想删除,已经选择了的输入法,就可以在右边画面,按一下想删除的输入法, 然后按一下画面中间的左边箭咀,该输入法就会删除。 我们开始进行测试Google输入工具。 首先在浏览器打开新一页。 用滑鼠在画面右上角,按一下谷歌输入工具图标。 然后选择要使用的输入法。 我们现在试下选择广东话手写输入。 右上角图标变为蓝色笔,代表手写输入已经开启。 我们现在试下用手写输入,写加拿大。 用滑鼠在搜索栏按一下。 再在右下角虚拟搜写板,长按滑鼠键,再根据字形移动滑鼠,就可以写到中文字。 书写完成后,在虚拟搜写板下方会出现已辨别的文字。 用滑鼠描选自己需要的文字,然后按一下,该文字就会加到去搜索栏。 如果想将该段文字复制到其他地方,就用滑鼠描选该段文字。 然后,按一下滑鼠右键,描选复制。 去到想复制的地方后,按一下滑鼠右键,然后选贴上。 我们现在,试下转去广东话拼音输入法。 在右上角谷歌输入工具按一下,选择广东话拼音。 画面右下角,会出现一列按钮。 最左手边月字,代表粤语,跟着中字代表中文键盘输入。 再隔离,就是选择全角或半角。 最后,就是选择标点符号。 我们现在,试下用广东话拼音,打入加拿大。 用键盘输入,加拿大三个字的英文拼音。 输入完成后,可以按数目字选,又或者用滑鼠选,需要的中文字。 。 现在,我们试下,再转去用蒼蠅输入法。 在画面右上方,按一下,谷歌输入工具图标。 选择蒼蠅输入法。 然后用键盘,打入中文字。 明。 在右下角,图标列,如果按一下中字。 就会将中文键盘,转为英文键盘,此时只可以输出英文字母。 我们现在,在右下角,图标列,再按一下e-gen,将英文键盘转为中文键盘,继续输入中文字。 按一下,画面右上角谷歌输入工具。 再按一下剔号,暂停使用蒼蠅输入法。 这个时候,谷歌输入图标,由蓝色转为灰色,代表该输入法已经暂停使用。 这个谷歌输入工具扩充功能程式,确实是挺好用。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声音转文字软件,但有时都小不免,会出现同音二字。 而这个程式,正好帮手解决这一个问题,可以自己将正确文字,改正回上去。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另一个实用擴充功能程式,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这一类的视频,请大家留言,分享,按赞,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再见。